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给它安琴吧 我都是那种手在抖 看到这个古镇我就觉得赏心悦目 你知道吗 就是从设计到每一个细节 你看就这个前月山的这个处理 自己在弹的时候 它需要这个前月山后月山和中间一页柱之间是一条直线 而且呢对于一些像这种高级的古镇来说 它的琴弦也属于高级 琴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跟初级镇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它的钢丝音会更重 它需要大概更久的时间 比如说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才能真的把琴越弹越好听 就是有那个弹性就给弹出来 那你刚开始以后觉得比如说按弦啊之类都会更硬一些 所以它也更练功 新招一定是要经常调琴 基本上在你每次弹琴之前都要调 它会很容易走 然后可以让我们启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所以可以试试弹它了 所以可以试试弹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